各位第一季 各位大家早 又來到我們鳳凰命的時間 我是何淮珍 在昨夜的大盤 禮拜四的時候 大家又怕半死 因為美股持續性的大跌 叫你不要理他 叫你多看我的節目 就保個平安鮮 這是我一隻入市的一個觀念 你每次看到跌 你很恐懼的時候 每個人都把他嚇你 然後你砍到對低點的時候 誰賠給你啊 昨天大家沒有大漲啦 在最厲害的地方 大家連低點都沒有來跌破 代表什麼利空已經頓化了嘛 現在目前所有 全球所有的一個事件 原則來講 都沒有利多 就只有利空 那利空跌不下 不是要準備什麼 又要漲了嗎 所以這地方就是一個股市的常態嘛 漲多就會什麼 就會有 會下跌嘛 那跌多 跌升 就是上漲最重要的原因嘛 不是那些什麼油價的問題嘛 對不對 如果你嚴格來問我說油價 的確油價這個問題來講 是讓大盤跌下來 壓倒最後一根稻草 包括還有什麼人民幣扁啊 扁在全世界 扁在幫忙 現在人民幣為什麼要扁 我覺得這是好事 如果你沒聽過我在 上一場的演說會裡面 講什麼原因 我會跟你告訴他什麼原因 為什麼他要扁 為什麼習近平一直要去 平平在出國拜 出國走訪 拜託的原油在哪裡嘛 對不對 你要聽理 聽原因嘛 不是要看到 哎呀這個人民幣扁 請問一下 台幣扁好不好 實際上幣值的大扁大跌 的確影響到企業本身的一個平衡點 都不好嘛 但是總有一個回憶到一個平衡點 就如從我近期一直跟你講的嘛 對不對 那剛好這一次的話 天氣比較冷一點 禮拜六禮拜天 你自己加加油 趕快來賺錢 不要躲在那個棉被裡 但如果你不想來賺錢 我也不勉強你 因為這地方是唯一一次的機會 因為它叫微跡入市 包括像目前來講 昨天大盤的每股都還在 開盤前都還在大跌 我請問你大力光跌不跌 因為它達到它的平衡點了嘛 對不對 現在如果原則來講說 老師昨天開 你昨天做什麼動作 昨天只要閉著眼睛 什麼都不要想太多 跟著我做動作的人 全部小小的怕了 我剛剛絕對有 何況大盤昨天是收最低 那又怎麼樣 代表我的股票領先大盤 就是這麼強嘛 所以我才敢 常跟你講說 沒錢不敢來賺錢 我敢在這種寒冷的冬天裡面 對不對 套一邊去跟你見一面 一定有我的理由嘛 因為你來不及了 你要加倍奉還 你唯有在這個地方 不是這樣每次都砍到低點 你哪一個 股市的輸家 錢越來越少 都不是砍在最低點 那為什麼我看得懂 那個最低點呢 我不敢講 我每一檔股票 讓你大賺錢 但是你單單在看宏捷跟上尾 這檔股票 你持續看我節目的 你只要不追高殺低 跟著我的節奏來走的人 我請問你 這些股票哪一檔沒讓你賺錢 現在今天還有一檔股票 就是那一檔啊 五開頭的啊 對不對 也準備又要漲了啦 為什麼選股票跟別人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國際觀你要面面俱到 你要去懂得去判斷 利空的背後有沒有什麼利多 包括現在油價的問題 包括人民幣貶值的問題 全世界幣值都在大幅度的動盪不安 這種東西不是我們小人物可以解決 但是從這地方看出什麼 他一定有一個背後有人故意要壓倒 就是要讓你 讓你怕死嘛 才有平衡可以減嘛 等下那個高檔的時候 每個人都把利多 你才會套牢嘛 這就是我跟別人非常大的不同 近來也很多人慢慢能接受這種觀念 真的說實在這種觀念就是 你看著我的股票跟著我做動作 我會告訴你點到就漲 所以這是會場見最重要的 這兩檔股票 這兩檔股票 要送給大家 股票不用多兩支就好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本身 你可不可以接受 在去年實在很多公司賺錢也賺得相當的多 他有沒有 為什麼這次大力光昨天可以收最高 你說老師你運氣最好 什麼運氣最好 我是很認真的 為什麼可以 你看我節目我昨天跟你講什麼 早上是要跟你講 我不是等一下我看到一個 雖然你不是我的會員朋友 我有機會分享跟你有什麼難得 1900 我就跟你講1900你要買的就對了 老師昨天早上你說1900又沒有來 你如果前天來找我 你早就可以 你不會賣到低檔去 你還可以買1900 1900這個地方 1900塊 那昨天要開盤 感謝 感謝法人的捧場 有錢人的捧場 甚至感謝一些中食物的捧場 昨天不小心開盤 連低檔都沒有 1900最低 我給你什麼東西 我給你是最低點 1900 我告訴你1870我買 我買就對了 對不對 好今天來送你一樣禮物喔 如果今天你看到 2100這個地方站上去 是不是賣掉比較好 你說賣掉好不好 我是覺得不要吧 你會大賺錢 我認為這個點是個很大的關鍵點 當然以昨天來講 1900到2035這個地方 現在賺100多塊 你不是很喜歡當衝 帶有多少錢 100多塊 帶有沒有10萬塊啊 對不對 我沒算錯吧 唉唷真的耶 是啊 就這麼好賺喔 所以大力光好在哪裡 你不要看他貴啊 他是高貴不貴啊 就如果你清淡的簡訊一樣 他什麼 他代表什麼意涵 代表你在我一生的 號召之下 號角響起啊 賺錢的機會 就是等著我的一通 一通電話 號角響起 那包括會場見 我還要跟你講很多一些 因為這一次有很多很多 像 很多人會砍在底部嘛 為什麼 因為你看不懂嘛 你看到都是利空嘛 你看到全市場都在掉眼淚嘛 包括融資斷頭的問題 我看到是有人已經在那個地方 有人在做卡位布局的動作 單單這一點 你看我的節目 我都有跟你看得到 吃得到 賺得到 所以這邊來講 我今天首先要提醒大力光 你一定要續報 好 如果今天2100沒有占商 你要賣點怕好 那我就算了 因為比你的資金部位不足嘛 但是大力光這張股票很便宜耶 很多人說好可怕 它這麼貴 我哪敢買 你想想看 多少人套在大力光 是套在3700塊 應該最嚴重的時候 是套在這個地方2700 那時候我救了多少人 我9月15號提醒你 我說它這檔股票 還沒有正式 結束它的一個修正 那時候我說小心 它的低點在2520塊 我一直告訴你 這張股票你要小心 再小心 它還有反彈到2900 我一直跟你講 這個地方一定逼迫 現在說實在要回到2500 你都說感謝上天 是不是2500會不會來 你說那老師會來嗎 我那時候特別告訴你 這個地方一定要小心 一定逼迫 對不對 今天我要送你2100這個地方 你不要太急 如果可以忍一下的話 真的不小心給它站上去 我認為你會賺更多 就會賺更多 所以說我跟別人 不一樣的地方在那裡 我懂得不會害你 因為同志朋友 這時候也很可憐的地方 是常常股票 要砍在低檔去 那包括有些股票 它已經進入正式在什麼 在要大跌的時候 譬如你就要買進 你那時候你買2700的理由何在 因為它曾經來到3700 對不對 那3700來到2700 跌了1000點 說起來也蠻便宜的 可是我是一張都不敢買 如果換個角度來講 你敢不敢做 你不只把它賣出 再加碼 空它 你不是一次加倍奉還嗎 對不對 現在DNA上 我是真的很好心的高興 現在這大盤 空中有多 多中有空 什麼意思 就不多不空 就像我們有沒有不中 就一樣的道理 台灣也什麼 都不能任何的表態 它這樣它的一個 還有它的一個美港 你知道嗎 大漲 大漲有很多股票 像摔斷頭的 大跌 大跌更是什麼 才是好機會 因為我們叫淺跌性市場 對你稱它空投市場也對 就是因為空投市場 它難得有危機才有入市 才會大跌 大跌裡面 難道所有的股票 都是壞公司嗎 誰跟你規定的 對不對 昨天美股在 前天美股大跌了200多點 又中錯了 我請問蘋果跌不跌 代表它的公司 終究要還它一個什麼 它的本質 它到底公司評價如何 它有沒有未來性 有沒有成長性 所以蘋果這家公司 一定有未來性的 它怎麼可能 單單靠那個智慧型手機 對不對 所以到它大眾股票 再好的時間點 你不用一直平民的追高 該續爆你續爆 但當有機會危機的時候 就是你的轉機 你要重重的舉起 昨天蘋果就沒有跌 那大立光會跌嗎 對不對 那大立光為什麼 昨天收最高 已經很明確的告訴你 準備又要漲了很多股票 那同樣為什麼看得懂 大立光在這個地方的位置 1870 1870 我跟你講這一段 我也一直跟你強調 大立光實際上 最重要的時間點 會不會不小心 給它3月份 整理完畢 你不要急喔 我會跟你講3月份 你說 常常又很急的 要買股票 聽到說它會大漲 又要2、3月份 我說 2、3月份 給它正式落底 會不小心給它 一段來了一下 我救你多少股票 我講的股票大菜 不怕你賺就怕你不敢賺 我講過 我講過的股票 包括 精華光學 有沒有大漲來 又來了一下 來到5、6百塊 6百塊以上 比如說它曾經等一下 300塊告訴你的 對不對 你現在問我說 老師那聯發科怎麼辦 聯發科你就只能續爆 500塊叫你賣掉 誰叫你買的 現在真的好心救你 你又不聽話了 但是的確這個地方來講 你怎麼樣 能先補一下 什麼是正式 有些股票它 還沒有完全落底 還沒有正式要起功 你一定要注意 用什麼來補 就如同進來的大力工 我就告訴你 昨天還跟你講 1900買不會吃虧 今天早上你就可以馬上印證 2100 一旦給它 哎唷突破 你就相信我一下 你多賺一點好不好 那今天來講 今天要跟大家講什麼 好對 今天來講 還記得我的洪捷科嗎 尚尾根本不用講了 我現在勾給我尊 不知道跟你放哪一檔 尚尾就續爆就對了 尚尾跟洪捷科 都是我在大前年 大盤來到8501點 也被你罵的半死 那時候洪捷科 我光好會吵聲而已 二十幾塊一檔 很不入流的一檔 股票 他叫什麼 轉機型態的股票 漲到現在 變成基優股了 為什麼基優股 他賺7塊5毛耶 誰幫你發掘的 還有一檔上尾 上尾 四七三二上尾 那時候很多人說 那老師這種股票 不是是什麼公司啊 我說他就是化工股啊 我說對啊沒錯啊 他就簡簡單 結果風力發電啊 離岸啊 唯一的亞洲第一間啊 那時候上尾多少錢 他100塊左右 110塊左右耶 當然這兩檔股 這兩檔股票 你如果願意 跟著我的節奏來走 我請問你 我們就講近期就好了 這也是137這邊買進 145加碼 到159 告訴你先跑一趟 這樣子有沒有辦法 總比你一直抱著 常很多人來問我 一般上尾很少人 買在300塊以上 一般閃我都買在什麼 買在250 220 你要怎麼樣把你調整回來 我絕對沒有叫我的會員 去買250 220 因為這就所謂的 你還看不懂 他還沒有落底 你這麼急幹嘛 那個錢稍微留一下 等到這個地方 我告訴你 現在上尾這個159塊 都不是真正的高點 坦白跟你講 但是沒有辦法 目前的大盤 的確你要靈活擺中間 你要不是大資金 不會一直跟人家學人家報 真的叫你報 報上尾的時候 100多塊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願意報 你會說好牛皮喔 我賺個10塊先跑掉 要換股操作 結果你真的是把金基姆丟掉了 對不對 結果等到他真的要修正的時候 你要休息要睡覺 你會偏偏要趕他進去買 交過來吧 這些股票都是我的代表作 我會幫你調整回來 因為這種股票 不是像你這樣操作 他是可以賺錢的 真的可以賺錢 你沒有賺到錢真的很可惜 我昨天早上特別跟你講什麼 我真的也繳不了 繳得真不了 我跟你講148到150 我們已經全部在1月20號全收了 買回啦 我還特別跟你講148到150 你自己看 你如果開盤昨天9點鐘之前 你閉著眼睛掛150到148 148還不見得買得到 對不對 就只有點到148點 我代表什麼 我們說話有沒有說到做到 有沒有引起市場上的什麼共鳴 為什麼我盤前都講 我每次都講到股票說 老師你跟我點位都很準的在你之上 誰在挺我我怎麼知道 大家心知肚明嘛 最少你買150塊以下 你不要再賣吧 那誰叫你砍在這邊 誰叫你砍在這邊 我就直接跟你講 148到150 昨天最高還來到157.5耶 你覺得這樣如果不錯 就把上尾交過來 因為這種股票 也不是天天可以在電視上 跟你在那邊搖起鬧 我要你賺錢 我可以證明給你看 對不對 你這樣子這個是之前 上一次的說明會送的 而後159賣掉 你好好想看 這檔股票不小心還跌到135耶 那它最高來到161 我們都不要算最高 我們就算137到159 包括145加碼這一段 你知道你這樣可以賺多少錢呢 你自己好好想啊 159到137就已經22塊了 再加上一趟145呢 加碼點呢 來到這個十幾個 那才兩天的功夫就馬上噴上去了耶 這檔股票總共你可以帶回去40塊啊 你買個兩張的話總共4萬塊啊 大盤是大跌的耶 不是大漲的耶 你真正在大盤在大漲 你不見得賺到錢耶 何況大盤現在已經立功頓化 準備又漲 為什麼 單單看大立功就知道了嘛 他昨天收最高了啊 所以接著來講我要跟大家講 第一個好 第一個來講 現在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我們希望你能這個地方好好勇敢一點 你不要老是被人家嚇到砍在低檔區 也不要學人家去追漲停板 我送給你兩檔全新的股票 全部從底部翻譯 就如同這次的波羅威 如果波羅威你要先續報 等一下回過來跟你談 為什麼他我們知道大資金部位在介入波羅威 你自己想想看波羅威連續性的這兩天有跌嗎 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那個線型呢 你會賣在那26塊啊 很可憐耶 我有沒有提醒過你波羅威不用怕他 大盤這兩天跌波羅威實際上 稍微做個整理 昨天馬上又漲回去了 為什麼他可以 因為智邦可以波羅威就不行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來講很多股票 你要買在底部起漲的位置 不要被人家嚇到 賣在那個砍在那個低檔區了 勇敢一點 把他帶來演講會 我告訴你如何做規劃 尤其這兩檔股票 我告訴你都有50% 一倍兩倍三倍空間 都不會輸 之前我送給你的股票 那今天回來跟大家談一談洪捷科 我們是怎麼跟你規劃 還有像洪捷科20幾塊的股票 當然是有 就是在這裡面兩檔股票裡面 其中一檔跟你坦白跟你講 那今天我準備要進場一檔股票 請你跟上腳步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 因為天氣比較冷 你把手去辦 我領先用清代來簡訊 我們現在只收一半的會費 幫我過年期間全部免費送給你 帶你好好的做個重新清代一檔一檔的做規劃 有差別把電話留下來 我就會打電話給你 那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一定要健康喔 一起健康就是幸福 阿壽皮鞋 阿壽皮鞋新年五快樂 全面物物折起 百萬好禮送給您喔 火冰飯店 鳳凰團隊全新主流初級 別人不會選 何老師幫你選全新主流 02 2578 3777 2578 3777 煮粥不麻煩 康寶海鮮濃湯 炸料輕鬆煮 美味最速配 新年紅嫩味 康寶濃湯全新列 任選兩組 只要一二八 娜娜 我來幫你吧 乾淨了嗎 乾淨了嗎 超乾淨 白蘭無需預處理 快洗又潔淨 新上市茶樹除菌系列 和茶樹精油 潔淨更除菌 日本超夯 妖怪手錶入侵六福村 電影長進六福村獨家出現 還有妖怪手錶介面會 10歲以下再送限量商品 六福村 喝咖啡 初一有個朋友要來家裡拜面 初一沒空 那初二呢 也沒空 沒空就算了 欸 那麼急 那你叫他二十二號就過來吧 二十二號 二十二號 二十二號參坤會員購物節啊 叫他一起來吧 參坤購物節 一月二十二到二十五 新春買而送 再送限量來店裡唷 有參坤實在幸福 好 你好 順利六六元 請問你有一塊錢嗎 嘉義元再一瓶神經哦 現在來店滿額消費嘉義元 就可獲得高麗神經三十克一瓶 加入會員馬上擁有正觀莊 新春滿額贈好禮 今天我們第二個單元喔 昨天還有一檔股票也很強 我想股票現在 現在 現在 現在怎麼說得一隻 3376的一個新日新 我都沒有時間可以貼在測標上 因為什麼 他昨天收最高嘛 我就不 已經證明我是 我看不看得懂 我最少不會去嚇你了 我要等他漲上來跟你講 哇 這樣股票多好 要聽著幹什麼 你現在知道他好了 因為他昨天收最高 而且爆量上漲 我知不知道大資金部位在買什麼股票 112最低 你昨天早上看我節目 我不是跟你講過 我在113還在做加碼嗎 你說喔 老師跌呢 跌就是送給你機會 讓你證明我們是真的嘛 鳳榮團隊老師 你看得這麼簡單 我說如果單單靠我和懷正一個人 你不要相信我 我沒有這個能力 鳳榮團隊後面所延伸的 把你成成的把關 大資金部 你總是要知道大資金部 會在買什麼股票嘛 這樣才可以幫你加倍鳳凰 否則你要怎麼加倍鳳凰 你要在那一點點 看我節目多少人賺到錢 看說沒想要離開 有人看了 看了10年以上也有 看一兩年以上都有 但是他就不會來參加我會員 為什麼 因為他我不會套你的嘛 那你會去參加什麼會員 要不要追不到 要不要套了 老師跟你講說 你讓你來找我 我來幫你解套 我們都賣在哪裡 因為老師會喜歡聽這些訪 這些 我實在也不太很喜歡批評別人 你就會喜歡讓人家 讓人家任人宰割 好好的賺錢放在口袋不行 當然有一天受不了 我真的被別人已經騙怕了 看節目都可以賺錢 看別人的節目都賠錢 去參加別人的會員 看我的節目都可以賺點小錢 就什麼 就想說 這樣很簡單 真的我也不介意啊 但是問題你不能只賺一點點 幫我看節目所賺的錢 拿去什麼 加倍賠回去 為什麼 人最怕就是套了 不上不下 你被人家套住了 你就想尋求什麼 反敗為勝嘛 所以你就越陷越深嘛 我不會再做這種事 我股票要帶你怎麼樣去做規劃 一個趨勢個大波段 就當這個新日新 你昨天願意找上的時候 113去買 只怕你沒有錢 只要套到別人股票 根本動彈不得了 乖乖的回去了嗎 收最高對不對 續爆 今天還有一檔股票 宏捷科你要續爆 像今天股票在開始 准到 我跟你講好多檔股票 你可以底部買上來 真的要好好珍惜這波的行情 你像波羅威這檔股票 以前很多人很喜歡跟你搖琴吶喊 結果來這邊跟你講25.6 我跟你講這檔股票 如果你真的已經從高檔報下來的人 你不要隨便任意去賣出 我覺得他還沒有絕對未結束 而且他是這一波最強勢的一檔股票 而且我在前幾天就一直提醒你 這檔股票你要續爆 30塊以下29塊以下 你看近來大跌的過程裡面 他只跌了一兩天 整理一下馬上昨天又馬上 雖然沒有正式在什麼 再創反台新高年 但是他昨天已經什麼又在收紅了 這檔股票非常的強 而且他非常的便宜 沒有量都可以漲 代表是從來洗得相當的乾淨了 這一定是大資金本身 在進入進場的股票 你要不要這種股票在第一檔的地方 好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也相信我 但你的股票不會買在這邊 你會買在這邊 你看到宏傑哥 就是一檔二十幾塊 我們帶你帶到129.5 然後進來從93塊告訴你出掉之後 近期內實際上我要跟你講 68塊70塊以下宏傑哥 包括昨天宏傑哥只收72塊 你都要把它續爆了 我認為宏傑哥的底部又再一次的出現了 那接著這檔股票 我測票上沒有給你掀開的股票 就是今天要邀請你的 這檔股票你可以如同像波羅威 買在這個地方 也是一樣大資金部位正在做進場的動作 那如果你這地方有辦法去演講會 我會把這兩檔股票正式高興 即將要大漲的這兩檔股票 你只要好好把握這兩檔股票 大盤只是準備又要漲了 那你手上握有這些股票一定要續爆 我再重新幫你找一檔像波羅威 在底部的股票 最少你可以找了兩支 像大力公司這樣 就上去了 上尾也上來了 宏傑哥續爆再續爆 這行情沒有你想像中這麼樣的壞 你如果要贏回這個旗袍 你就是把你的錢贏回來 一定要懂得買在底部 我也有在維基路市 你才有辦法賺個50% 一倍兩倍三倍 歡迎你來演講會 我們這地方有五場 但是如果你不方便去 實際上最重要領先卡位 不足一些大資金部位要買的股票 我們現在有個清代的簡訊會員 清代的簡訊會員 就是我清代 只送你一半價格 再送你如何做一個重新的規劃 做打造 歡迎把電話播放 祝大家稍後稅裡面見 每到冬天 怕冷的感覺又來了 四百多年的養命酒 啟動良性循環 改善怕冷體質 融合十四種天然藥材 健康活力養命酒 祝您健康九九 健康活力養命酒 當然一定膽不夠餓 我為你傳這罐愛滋味 沖繩黑巴寶 我為你傳這罐愛滋味沖繩黑巴寶 我營養豐富天然餅 替你補腸力 我等你等著巴逐著要的 把那罐啟喱 愛滋味沖繩黑巴寶 愛滋味 何老師帶你走過低點 賺到高點 掌握206年全新主流 1月23日週六上午10點 台北首席會議中心 下午三點台中招聖無二行館 晚上七點南南天響飯店 一月二十四號周日 上午十點高雄西子灣飯店 下午三點新竹國賓飯店 鳳凰團隊全新主流出擊 別人不會選 何老師幫你選全新主流 02-2578-3777 2578-3777 歷史甄選富裕法國玫瑰 萃取成極致精華 歷史水嫩柔腹沐浴乳 沐浴於玫瑰香氛中 散發誘人香氣 Just a little luxe